也是同学,然后找风水师看着那个凡天的那些风水,然后就是那个冯水师同学叫他画了八卦镜,然后上次在节目里师父说那个八卦镜非常的不好,还有这个,然后同学就把它拿下来念了PCC,还有两个十四张,就是一共十四张小房子, 然后他就选择了那个八卦镜之后,他天天做梦,然后他现在心里还很纠结,还要做些什么吗? 很简单,你要记住,你找人家风水师,人家也就是这个办法,对不对啊,你就像找西医,他命一样,他就帮你开刀呀,他有什么办法啦,中国们能吃,中医们能吃药条理,那么西医们就开刀,你找了风水师,他当然了, 他就当然给你挂八卦镜啦,给你画符咒啦,还给你调风味啦,他只能做这些,拿罗盘子们来撤啦,对不对啊,那你不能怪人家的呀,你自己学不念经,那么你自己要懂得,家里风水固然重要,但是你的心更重要,对不对啊? 嗯 好了,这还不懂啊,所以像这种事情,第一,心中还有芥蒂,就多念礼佛大乡维闻,然后多做善事,多积功德,然后自己家里设佛台,那风水就自然会转向了吗? 听得懂吗? 嗯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我问你一句话好吗? 如果,如果小姑娘,你找一个,随便找一个普通的人,去住在李嘉诚的家里,住在马云家里,你说他会有钱吗? 风水啊,好了,那风水啊,不是风水好了吗?人家家里风水肯定好的啊,你住进去啊,你看看你发财不发财啊,就是他家里再穷,你叫李嘉诚住进去,你看看他,李嘉诚会把他家里马上翻新的,人家会改变风水啊,听得懂了吗? 啊,听得懂了 风水要根据你自己的命,所以命是要采奖风水,你没有这个命,你有风水有什么用啊? 嗯,然后,听说,我们学博人就是不大需要注重风水,是吗? 因为之前我还是比较,就是前的时候还没学博,我也喜欢看风水什么的,然后我就认识是一个很,很,很, 是很厉害的风水师,然后我,他也是佛教徒,我就向他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有时候又请教一些风水问题,然后他就说,风水和佛法是有不同的道路的,他就说你要心无谈目,一心向佛,然后之后我就,就开始,呃,技能精进,学经理法 啊,小姑娘听你讲话都资格都蛮老的,生命没有这么小,你几岁了啊? 我23岁啊 23岁啊 23岁,没脑子啊,我看你,还学风水呢 嗯,你被悬都悬进去了,还一会一会一会,还这个学学,还那个学学,你给我老实一点啊,好好的一门经进吧,听得懂吗? 我听懂啊 你别学到后来那么脑子都坏掉了,你听得懂吗?你有时候,有时候这种东西,有些东西,因为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主的,你听得懂吗? 啊,你比方说,过去有个算命啊,看一下啊,他们学哪一门派,它就有一个开山宗师在天上的,或者过去的亡人,他也是个仙,也是个,或者是一个仙人,或者怎么样,他创办了这个,看风水啊,命像啊,看像啊,你比方说,啊,过去有一个人,他看过柳庄像面法,那他跑过来跟我说,孩子我会看像啊。 他跟我讲了没几句话,啊,我马上看到,他的师父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师父,他就拿了本书,他就学了,结果我一看见柳庄下来了,你听得懂吗? 嗯,就是柳庄就是他们,当时村庄里边的一个,这个名字叫柳庄,就是这个庄,村庄叫柳庄,他里边最大的一个风向,命师,我就看见这个人,一个老长者出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学什么东西都有根有缘的,所以不能乱学的,听不懂吗? 嗯,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就是前天晚上还听了,你在墨本的那个,那个,开示那个男童修,那个男童修问的那个什么,呃,就是一些问题,然后师父就,就说他修天了,然后我听了,就有点恐惧。 啊,你要记住了,你好好的修心,尤其是像女人,你是属阴的,属阴的人更对风水啊,对命向啊,多玄学啊,更要当心,因为稍不留神,你可能就阴进去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然后师父你之前开始,啊,师父你之前开始过,那个,呃,在梦里打起,打起灵性要念108点礼仇, 那我昨天做梦我也打起两个,两个,两个人啊,然后我要念多少遍,礼仇? 二十一章,不是念多少礼仇了,礼仇要念49遍,小房子,你要念小房子至少,算了,七章吧,嗯,七章一个,嗯,嗯,嗯,一三了,你要乖一点的,小姑娘,你不要等到哪一天,太大看到你,发神经了,我就心痛了, 你很快跟着台上好好修啊,千万不能修偏啊,嗯,明白了吗? 我,我,你发神,你知道过去在台上身边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啊,那个人看见台上整天看毒疼,结果他到网上去查查看,什么叫看毒疼,他就跟着网上这么做,接下来一下子一个人心上升了,在他嘴巴里啊,整天讲啊,不肯离开他啊,真得哭啊, 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就被神经病一样了,嗯,最后还是,最后,最后跑到哪里都不肯走啊,最后还是台上帮他想办法的,才离开的啊,嗯,好的,我也跟同学说,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跟我很要好的那些,那那几个同学都是女孩子,然后他们最近也看一些别的书, 而我就不好意思说啊,我告诉你,有一个法国女孩子,读书呢,就玩了一个灵性游戏呢,整个一个好的女孩子,文文静静的就变成一个神经病了,听得懂啊? 我明白了 你听听昨天台上的节目 昨天台上节目的一个人 三个灵星在他身上了 他打进电话来的时候 他的灵星想跟我讲话 笑得也不敢讲 就在他身上不停的讲话了 你听听看昨天的录音啊 台上头都痛了 我听到了那个老妈妈 然后他一打进羊花 那声音就可恐怖 又像哭又不像哭 对了 那叫鬼哭狼嚎 听得懂了吗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 找到这么个师父 我告诉你们 好的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你们要 你去跟他们那几个小女孩讲 要是再乱看的话 我告诉你 末法时期 灵星特多 要债的来 要债 还债的来还债 来拉人的来拉人 听不懂啊 听到了 好了 我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